我們看第2領 他說 某同學的家庭調查 有如下的結果 如果有哥哥的話 那就沒有弟弟 有哥哥這個敘述我叫做A 沒弟弟 有弟弟的話 這個敘述我叫D 那就是沒弟弟 那沒哥哥就是非A 則有妹妹 有妹妹我叫C 那沒姐姐 有姐姐我叫D 所以就是非D 則有弟弟 那有弟弟的話 這個就是B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些敘述 就是有哥哥 則沒弟弟 好 沒哥哥 則有妹妹 好 沒姐姐 則有弟弟 好 所以可以推得哪些結果 好 我們現在來看 A 美妹妹的人 有哥哥 美妹妹 美妹妹的話 有哥哥 能不能推這個 好 我是從非C 開始推 非C 則A 沒錯 這是對的 所以A 這是對的 這選項是對的 V V 他說 沒哥哥的人 有弟弟 沒哥哥 沒哥哥的話 則有弟弟 這當然錯 有弟弟 有弟弟 V 能不能推這個 沒哥哥的話 一定是有弟弟 好 沒哥哥的話 從這裡開始推 沒哥哥的 一定有妹妹 沒哥哥的話 兩邊去好弟的話 應該是 有弟弟的 一定沒哥哥 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沒辦法推的 就是說 沒弟弟 沒哥哥的 沒哥哥的只能推出什麼呢 推出 有妹妹 沒哥哥的只能推出 有妹妹 但是不能推出什麼 推出 他 他 他有弟弟 因為你把他去好弟的話 只能得到什麼呢 得到 有弟弟的 則有沒哥哥 不能得到 沒哥哥的一定有弟弟 所以這是錯的 這不一定 張開C C C的話 他是說 有弟弟的人 有妹妹 有弟弟 有弟弟 有弟弟的B 則有妹妹 能不能推出這個 B 能不能推出C B 能不能推出C B 可以推出和A B的話 可以推出連非A 那非A 可以推出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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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有妹妹 就是有弟弟的 一定有妹妹 這是對的 再來 D D的話 有弟弟的人 一定有姊姊 有弟弟的話 能不能推出有姊姊 從D 能不能推出D B B的話 只能推出非A 那非A的話 只能推出C 那再來就沒有了 另外只有這三個條件 所以這不一定 張開E E的話 他是說 妹妹妹的 美妹妹的就是非C 這個一定有姊姊 有姊姊的話 就是G 非C 能不能推出D 非C的話 能不能推出D 非C的話 非C 你看 倒過來 非C一定可以推出A A一定能夠推出非B 但是 非B的話 他可以推出D 把手定 非B可以推出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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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由非C 可以推出D 非C就是沒有妹妹 沒有妹妹可以推出 有姊姊 D是有姊姊 非B是沒有姊姊 所以這是對的 所以這是對的 沒有妹妹的話 可以推出D 一定是有姊姊 所以E也是對的 所以他應該選AE C跟E 所以他應該選AE 有姊姊